大家好 我现在呢 跟武汉的小伙伴在 顾顾向这边 节假日的时候 走不动了 长途汽车 直接拖一车两车的牛客 我们这边有很多老五种的小吃 就是我们要去武汉本店吃的地方 在隔壁的私门口 我们去吃这个水饺 我现在就到了这一家 小秋水饺 是猪油味道的 现在已经快 9点半10点的样子了 然后他们家就 你们家开了有多少年了 你们这个馅儿就是纯的猪肉的 也没有放葱去 对 因为很多人有的不吃 就不放葱 他们家的水饺 然后面粉排一个多 这家店好大 这队排了 他这个屋里就很大 然后一直排到这个屋子最后 就是排队排了很久 他们家这个招牌 有十几个 十五个 他每个个都很大 肉也很难 它这个皮也非常滑 已经有韧性了 纯肉馅儿了 没有放葱 他们家是放的猪油 那味道都很香 它这里面放的是黑色 是胡椒粉 这要土野肉 examination 虾水 这是蒜包的 他这个有多少的量啊 这个就比我一碗要多个四五个 家里下来 我们来吃这个水饺就是要搭配 武汉本地的这个特色小吃面窝 这个是武汉面窝 外地的外地应该是没有见过这种小吃 这个古北都有 然后这个面窝可以走薄的也可以走豪卜 我们刚才洗的去耍一通的 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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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好吃 比我之前那一样吃的还好 他们家的馅导面很香 上面给的这个费质卖也很多 我觉得它这个脆的超好吃 你都可以单独要这个 你可以直接说要薄的 薄的就是这个 我觉得它这个就有的太油了 我都吃不了 这个就吃不了 就是来武汉 大家不要在一家店吃太多 因为好吃的太多 就是每一家点一样尝一尝 就是讲究不要在他们家就是吃 或者吃水饺 欢迎大家到武汉来 来骑我们的小吃的水饺 本地水饺已经有20多年了 还有这个棉窝 40年了 40年了 我自己都很精准 好欢迎大家来 我开床 早上到下午4点 到下午4点 每天到这么多人 对 平时早上也 就是下午人下午 身体都会这么热气 旁边一家的淡酒吧 现在已经和他们家出来了 我们再找一找这种 它市场有什么好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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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宽兽了